圣诞节就快要到了 而为了让北海社福大楼里 碍玉发展中心的院生们 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圣诞气氛 每年淡水的民安社区 和淡水教会 也都会一起携手 准备许多精彩的表演 来到社福中心里 和院生们一起囤乐 我们今天来社会局 是要来祝福我们社会局里面的 大朋友小朋友 夜淡快乐 每年我们都有一次的 这样子的活动 我想带给他们的快乐 是目前我们最需要 送给大家的礼物 今年是我们第三年 来到这个爱玉发展中心 跟他们做那个圣诞节的活动 然后刚刚就有社区的 松年大学 还有民安里的那个发展协会 还有我们 那大概七八十个人一起过来 很高兴是说 能够把圣诞节的意义 那个耶稣基督诞生的 这个好消息跟他们分享 我们也带了一些的礼物 社区的居民和教会 对松年大学的长者们 换上圣诞老人的服装 搭配上应景的歌曲 让活动会场充满夜淡的气氛 而院生们也精心 准备了精彩的舞蹈 对此爱玉发展中心也表示 社区和教会持续三年来 不间断的关心 不但带给院生无比的欢乐 更是让他们有机会走入社区 对此也表示相当感谢 很感谢那个淡水招 教会连续三年 然后将那个圣诞节的一个福音 来传 就是带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有那个过节的 一个气氛 那因为学生平常呢 在中心里面 比较没有办法体会 体会这种圣诞节的 过节的一个氛围 然后现在非常感谢他们 然后因为他们呢 跟李明的一个合作 然后呢就是 也拉近了我们跟 社区的一个交流 圣诞歌声响起 在这样的佳节时分 社会上有许多需要 关怀的弱势族群 而透过教会和社区居民之间 无私的付出 相信也让院生们 感受到满满的关怀 同时也能够拥有个 难忘的圣诞节 记得陈伯卫 淡水采访报道